我們今年的電夠不動 以我們目前所擁有的電力 所有供給的電力是不會缺的 我們到2030年也是供電無率 河山廠它也超過法定執照 換花申請的期限 即使我今年7月停了這個機器 它也要三年以後才能夠讓我啟動 我們今年的電夠不動 我可以跟各位媒體再報告一次 今年大概會有兩次用電的這個 比較多的這個時間 這個區間第一個是在7月的這個夏天 第二個是10月 10月份我們有預計把那個碳 我們要減碳 所以我們把那個用碳發電的機組 要把它shutdown下來 那我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跟各位說明 以我們目前所擁有的電力 所有供給的電力 是不會缺的 我們在這個 2030年為止 到底缺不缺對 為什麼講說2030年 我來了以後才知道說 我們 我們蓋一座這個電廠 不管是大的小 大概 要六年 蓋一座電廠要六年 就是即使我們做離岸發電的這個電廠 也要六年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到目前我們的準備 到目前我們的準備 我們會停機的 會下載的 都能考慮進去 但是不考慮增加的 不考慮增加的 我們到2030年也是供電無慮 但是如果 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想AI會用很多的電 那AI會增加多少 我們目前所得到的這個申請 大概看起來 對我們的電 對我們的電 我們目前擁有的電 還是可以空氣的 但是明年如果大量的 AI Server被用 然後Databank 被蓋出來 那我們就必須要再重新再衡量 但是這裡面呢 在過去啊 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呢 都有考慮說一些被載的部分 那如果說 超過我們預期 超過我們預期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啟動我們一些 其他的方式 包括 我們會用這個 除電 除電 然後會用一些節電的方法 來滿足這個需要電 如果 我們的電 是不夠的 計算電是不夠的 那 如各位所想像的 這個半導體跟AI 就不會留在台 所以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 就可能是 在未來 突然間 因為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2025年到2028年 是我們所有AI的這個爆炸期 這個是我們目前 還在 這個 這個 關心的這個議題 啊 因為 這裡面牽扯到 各位可能很關心的說 我們的河山廠 到底 會不會演議 河山廠 演議 停議 經濟部沒有辦法決定 經濟部是一個執行單位 法上規定 我 河山廠 必須要在 今年 7月 停一個基礎 明年的5月 把另外一個基礎 全部下來 這兩個下來 其實是不會影響我的供電 但是 它可以做為什麼 可能當初沒有考慮到 現在AI會這麼快速上來的 一個back up 河山廠 它也這個 超過法定執照 換發申請的這個期限 即使同意我們 換證 由我們來研議 基於安全 基於安全 大概 要兩年的時間 去檢查 去檢查 去恢復 所以 兩到三年 是比較保險 所以 即使我今年7月 停了這個機器 它也要三年以後 才能夠讓我啟動 這個是 是 世界的一個標準 也要和安會同意 所以我們一直到2030年為止 我們現在都會快速的去增設 綠電 我也在這裡不用 在這個地方 趁這個機會 來這個 跟 大眾 溝通一下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我們來蓋電廠 不要說大家 需要用電 但是 大家都沒有電廠 這個是沒有辦法 好 有 我們在這裡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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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